Hello 我是Amy 今天我們來一個烘焙BB班 什麼是烘焙BB班呢? 主要是想學做蛋糕 但又不知如何入門的朋友看 我今天想介紹一下 如果要做蛋糕的話 你最少要有什麼工具才可以開播 做蛋糕 我們經常見很多食譜都教大家 這個又要多少克 那樣又要多少米 所以我個人覺得做蛋糕最基本的 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有一個綁 無論它是一個電子綁 或者是一個傳統的綁都可以 不過我個人就覺得電子綁比較方便 因為這類型的電子綁 我們可以將它 預先扣除了容器的重量 到時候我們就直接去量 食材的份量 已經可以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 就不用自己計算了 但是你說不是 如果我本身已經有傳統的綁 都可以的 我們計算一下加減數 但是你說真的要講推介 我始終都是電子綁的了 以我手上的電子綁為例 其實在網上購買 大概是百多元都有的 甚至乎我去過一些 控陪食品店 那些電子綁 其實是由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的 這個封劍由人 做蛋糕當然就要發蛋 所以做蛋糕的打蛋器必須要有的 市面上我們會見到是有手動和電動的打蛋器 到底哪一種是好一點呢? 我個人覺得兩樣都要有的 首先說電動的打蛋器 電動的打蛋器可以很快很方便地幫你把雞蛋打起來 亦都節省力 這類型的手提式打蛋器 其實是一般的電器店 我們都可以找得到的 說的是百多元都已經有交易 但如果你說你有信用卡積分的話 我亦都看到信用卡是可以換的 那就可以節省它 而這些手動的發蛋器 在十元店那些都會有的 我覺得都需要的 因為電動可以很快把雞蛋打起來 但是我們要在混和食材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用到手動的發蛋器 所以這些十元我覺得就不能省 這個你可以買回去 另外做蛋糕 亦都一個必須要的工具就是這些刮刀 這些矽膠刮刀的好處 一樣都是用來混和食材的時候用的 但是因為它的刀身是很柔軟的 它很容易可以因應到器皿的邊 去將這些材料用到盡 刮出來的 亦都有人稱它為坑加刮 這些刮刀也是 在控煤店其實是十元貨幣都有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必定要有的工具 接著就是糧筋 糧筋 這些十元是不能離開的 因為很多時候有小份量的食材 我們都需要用糧筋去量出來的 這個就是要買的 如果做蛋糕 接著就是西麵粉 這些麵粉的西是十多元 就已經有了 要有一個的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形態 我只是選擇這個 有些是有一枝棍拿著 那些在篩 又有 有些好像一個杯子 拿著 那些又有 但是以我這個為例 其實是十多元的 還有蛋糕帽 蛋糕帽 我們會看到有這些 傳統的圓形蛋糕的 或者我們做紙包蛋糕 我們又要去買一些小的帽子 這些蛋糕帽 其實也是三十多元就有了 或者你說 我做紙包蛋糕的這些杯子 其實這裡也是這樣 20元就有6個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三分鐘熱度的話 你也可以好像我這樣 去買這些坊間 可以放進去焗爐的紙杯 這些是一些可以抵受高溫的紙杯 每次用原汁器就洗都不用洗 這些也是幾十元一桶 接著 做蛋糕一定要準備好 很多的容器 很多的盆 讓我們去混和食材的時候用 我會把家裡的碗 盆 拿出來 用來拌東西用 要準備好很多 大大小小的都準備好 做蛋糕當然需要一個焗爐 但我家裡沒有位置放在焗爐 我用信用卡 換了一個光波爐回來 我見網上都多人教用光波爐做蛋糕 我儘管用光波爐去試做蛋糕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主要希望可以用最少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一起去學做蛋糕 謝謝 我們下一個星期待 我們下一個星期待 我們下一個星期待